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个有点傻眼的争议 这几天有几位华语圈的网友 给我发送了很多可能会引起误会的截图问 突破图朋友与里斯拉平 与爱人切文的绯闻韩网是什么样的反应 事情是这样的 有华语圈媒体引用了韩国论团的贴文 报道了朋友与切文再次被质疑恋爱的消息 简单整理一下就是 在推特有人上传这个贴文后表示 为什么突破图宿舍里有切文的周边 怀疑两个人是不是在交往 这个贴文确实是收到了很高的关注 首先这张照片是三年前左右的照片 然后看华语圈的网友发送的第一个截图的话 这上面韩国网友们的反应写的是 曾经在VLive上惊讶地听到切文哟唱歌 然后敷上了切文惊讶污嘴的表情 但其实真正的韩文留言是 在VLive唱了朋友的歌后惊讶过 而对这则留言马上就有网友们反驳 唱一次男团的歌就被骂得很惨 所以才会那样 故意说是朋友的歌 那是突破图的歌 因为在直播唱了男团的歌 所以自己才会惊讶 不过为什么是朋友呢 那次唱的也不是朋友的歌 而是唱了553 而且那个照片也不是朋友的家 是突破图的宿舍 是朋友的黑粉吗 然后在另一个截图 在粉丝们之间很有名的留言底下 韩国网友们都反驳 在粉丝们之间以造谣很有名 笑死我了 这是什么是欧的贴文 然后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绯闻 接下来最后一个截图是这个 我们就喜欢莱恩 所以前往打扮车 再说下去就对不起我的嘴了 我家也有莱恩 那我也会被报恋爱吗 是吧 莱恩是证据 那我家也有莱恩 就当我也跟他交往吧 我也有 总结一下就是 来有没有 朋友好帅 切温好可爱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8月份即将回归的爱豆们 8月2号 Konunbi将以首张单曲 The Flash正式回归 8月2号 男团Towind将以第一张单曲的主打歌 We Go回归 男团Sykes 将在8月2号发表第二张迷你专辑 Kun正式回归 8月3号 男团BXB 将以第一张单曲回归 男团Night Night 将在8月3号 以第三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 Turning Off回归 8月3号 Mamama Plus 将以第一张迷你专辑回归 8月3号 Pubo Girl 将以主打歌 One more time回归 这是在换组名后的首次回归 所以令粉丝们都非常期待 8月7号 男团Towind 将以兴趣 Ruo回归 8月7号 云诺将以第三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 Puja De回归 聪明将在8月7号 以兴趣 Paste Poe的正式回归 8月10号 9月3号 将以第二张迷你专辑回归 男团Tan 将在8月11号 以兴趣 Hot Beat回归 8月9号 限定男团Night Night 将以出道专辑的主打歌 Wonboard正式出道 8月16号 女团Stacey 将以第三张迷你专辑回归 8月18号 Twice队长Chiko 将以第一张个人迷你专辑的主打歌 Killing Me Good回归 8月23号 Yada Chinquo Yedi 将以第二张迷你专辑 Ready Say Love回归 接下来是8月份 很可能会回归的Idle Man Takubi 者否练 Bernes Bernes Jitsu Bernes XD J advertised Me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